南篮16枪比赛日 明显的就比后16名水平要高 就开始有神仙打架的感觉了 看起来真的是过瘾多了 今天看了这场球真的是刺激 现在还正在打 今天一共8场球 前16枪每一个队都要出战 先看了一场塞尔维亚对意大利的这场球 塞尔维亚可是赢了中国南篮40多分 然后跟意大利打的有来有回 冰冰棒棒的 在第三节把意大利队拉开了 拉开了十几分 结果意大利队这叫一个顽强 真能打就硬是又打回来了 两边的防守拉得特别紧绷 特别凶 最后是70多比70多 意大利居然反败为胜 赢了塞尔维亚 所以欧洲篮球水平之高 真的是远超亚洲的整体的平均水平 你看亚洲流支队最后是什么个结果 对吧 只有日本队赢了一场 其他所有武支队 每个队都是三战三府 所以高水平就是不一样 人家高端局一开始 高端局一开始明显的就是火花四肩 真的好看 这中国队要碰上意大利这样的 也是照着三四十分开外去的 然后美国队打黑山 黑山说实话 我就跟你说黑山 很多人估计都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 这个国家多少人有多大 其实又是个芝麻力都大的一个小地方 以前是南联盟的小国 其他球员你也一概不认识 跟美国南岚就算是梦之队 一直打到第四节的最后几分钟 才被拉开到十分 之前甚至很长时间 上半场还有好几次领先 美国队 真的是强 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刚才第三场更狠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对世界强队西班牙 拉脱维亚也是 小国家没多少个人 但是也是巨能打 巨能拼 前面赢了世界前三的法国 今天又把世界前三的西班牙 直接给淘汰了 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的第二第三都被他给击败 所以真的是前16强的比赛日 比赛的精彩程度比后16强的要好多了 后16强 基本上很多场都是菜鸡护卓 要是有中国队的 我们是关心则乱 中国队的 我们必须要看跟着着急 其他整个整体的水平 跟前16强确实没法比 人家16强是有16强的道理的 真的好看 以上